中共政治局会议上个月预告 17届六中全会将于10月15日到18日在北京召开 全国各地访民再次涌向北京深渊 尽管各地解访人员四处抓访民 但有的访民还是冲破了地方的封锁赶往北京 这几天北京的兴访办前的访民越聚越多 来看本台的详细报道 好多访民准备在中共第17届六中全会开幕当天向中央诉冤 这几天全国各地的访民陆续赶往北京 北京信访局门前每天也有上万访民排队登记 目前还在北京上访的黑龙江省访民马波向新唐人介绍 有好多访民想来北京上访 不过有的人在路上就被解访 有的来到北京又被当地政府抓回去了 为了避免在北京被解访被抓 好多访民住在一起出门一起行动 现在我们就是在上访的这个地方了 可以说是上访人员挺集中的 挺集中的呢 因为这上访人员多吧 他还不敢上我们这个住的这个屋里头来啊 强行往处拉人的拽人的 还没有做到这一家 可是有个别的人呢 如果一个人去走了走到路上碰上了 就硬枪拉着你上车 这种现象还是有 杨秀廷还告诉记者 因为拆迁的问题 他曾到北京上访 结果被市政府劫回去 关在包头市包头疗养院 被六个警察监控 关了28天 他由于房子被拆了 家里东西也被拿走了 只能上访 杨秀廷表示 除了被解访的之外 还有很多访民不敢到北京上访 因为你去上访 要牵扯到他家的所有的亲属 进行那个 如果你家的亲属有上访的 你下岗 你就得要脱离开这个工作单位 这样的话 一般的情况下是受到这些威胁 而且还是弄得一些黑社会的人啊 对你家砸玻璃啊 如何怎么着 杨秀廷认为 从中央到地方 裙带关系厉害 另外 上海访民陈国贵 10月初到北京上访 2号被当地警察 以非法罪名押回上海 现在还被软禁在青浦区 北京维权律师李和平表示 中国的上访问题 一直是一个老大男问题 特别是最近这几年 就是说就是 多少年以来啊 这个好像就这个上访的人数 是越来越多 在北京有人就说是 成年每月的在这上访 而且有人上访的年限 达30多年 有很多人因为上访了 被关押 最后知道呢 就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这里面就有太多的问题 李和平律师认为 在中国 司法不是解决问题的 最后一道关口 而权力却是解决问题的 最后一道关 他说 中共体制权比法大 新唐人记者唐锐 李静采访报道